四月清明廉假就要到了 为了做好防疫工作 陶杰公司已经完成了21个车站 红外线热项测温仪的架设 只要耳温复测超过38度 就不得搭乘捷运 陶原市长郑文散也亲自到陶杰A18高铁 陶原站等重要的车站来进行视察 刷卡近站一旁的红外线热项仪 马上显示旅客体温 因应清明廉假即将到来 陶原市府市超前部署 在陶杰的21个车站 全面架设红外线热项仪 启动监测发烧旅客机制 3月17号机场捷运的21个车站 都已经全面部件好了 那也经过多次演练 该怎么筛检 该怎么样子进行旅客的检查 以及场站的消毒都已经做完了 那目前4月1号 目前只要测得额温38度的旅客 就不能搭乘捷运 将引导该旅客转搭租赁车 或是防疫计程车 并要求所有搭乘的旅客 全程佩戴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乘客在搭乘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要求他们戴口罩 那至于座位的安排的话 我们因为目前的运量已经减一半了 那并没有产生车厢拥挤的情况 那我们积节的运量从8万降到4万左右 那所以目前我们也采取了 这个减班的对策来引领 包括假日减班 包括离风减班 桃园机场捷运是机场连外的交通工具 受疫情影响 运载量已经减少五成以上 桃园市长郑文灿 视察车站防疫 同时也关心桃节的周边店家 给予最大支持 希望疫情过后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记者综合报道